新生代华语音乐教父夏洛自相约98后迅速走红 成为首位登上时代周刊的华人男星 更是亲手策划了公共全亚洲的大型音乐选秀类节目 中国好嗓门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 在昨天好嗓门的录制现场 发生了一件令所有粉丝都大跌眼镜的事情 我们回看一下当时的情况 这是一位台湾级选秀歌手 因为翻唱夏洛的歌曲《心情》引爆全场 可就在演出结束之后 你随便篡改我的歌词是话哲天足 还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连成线 你以为你是贪吃蛇吗 我看你我就来气 我都不知道刚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我其实特别喜欢夏洛 我喜欢他每一首歌 我自己平常也创作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感觉我一直活在他的影子里 没想到他是这么个人 我感谢我感谢你